تعال assigned给ila 第习湾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是爱 为什么保禄谩说 认识基督为至宝 因为擦边的方式完成人生 因为要完成人生 只是认识不够的 因为神不是那么变脸 神是太全面了 所以换句话说 譬如你认识第一个level 但原来你能够认识第二个level 就是level two 的神 是你先做到level one 你认识level one 但你永远不会认识level two 因为除非你做到level one 你开始认识level two 但你永远在做到level one 而认识level two的时候 你永远不会认识level three 直至做到level two 你就认识level three 我只是说这样 所以认识神的话 其实是一条路 但不够 因为你要做到 做到他做到的事 你要圣洁好似他圣洁 你要完全好似他完全 这样才行 不是你要认识我的圣洁 你要认识我的完全 明白吗 你要圣洁好似我圣洁 所以变成了换句话说 我们做到我们认识的 才可以认识下一个level 认识下一个level是你未做到的level 这样 所以我说小学生认识的大学教授一样 就是他在小学的时候认识的大学教授 不能同学中学的时候认识的大学教授 因为小学的时候认识的大学教授 有一个问题 他认识的有些东西做不到 直至中学他做到以前做不到的东西 他知道大学教授就认识中学这些东西 但他只是认识 直至他做到中学 他认识中学后又会再认识大学教授 比小学教授认识更多 但他真正想再认识更多 而不是认识大学教授认识大学的东西 因为大学教授其实是在教大学生 直至他做到大学生 他才能够再认识更多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你就明白 其实神是擦边的方式要求我们 神要求 你要知道 神有没有遥述我们 有 所以因为祂遥述我们 所以祂要求我们遥述我们的弟兄 是吗 就是我们要做到祂做到的事 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 神是这样的品性 祂要求你也是这样的品性 祂这样做 祂也要求你这样做 不过祂擦边的说 祂不会说 为了什么呢 那为了什么呢 原来这就是生命真正的真体 就是祂的 祂遥述你 其实只是给你一个例子 所以主耶稣降生 其实祂是给你一个例子 祂就是你的榜样 所以你要做到不做到的事 但现在耶稣整体就说 我们做不到祂做的事 因为祂是神的意志 但你会看到 这一句祂已经封死了 封死了他们能够上天堂 就是这一句话 因为本身的原则 根本生命就是导致你认识祂 但你真正认识祂 唯有你做到祂做到的事 你才真正认识你所认识的事 然后你才知道有很多事你不认识 因为你做不到那些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为什么基耀说神是不会行神迹 不会再有神迹 为什么他们认识的神是没有神迹 因为基耀是行不到神迹 祂做不到神迹 祂做不到出来 当你做到出来的时候 你就说神是继续行神迹 对不对 现在我们在全世界常说神是什么 神是不可以 神不会说话 神不会行神迹 为什么他不认识一个行神迹的神 他不认识一个会跟人继续沟通的神 是因为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就不认识 他做到之后 他就会认识一个更高级属 关于神的形象 所以你看 现在回头 为什么石安是万能 我们教导启示为什么是万能 我们认识全面的神 是因为我们做到的 我们做到神也会做到的事 对不对 但这就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目的 但神花了这么多心思 做这么多安排 就让我们这群人 去经历这样的事 你说神多重视 多重视这个过程 对不对 并且我们真的找到答案 我们真的找到那条路 我们真的找到神唯一的目的 次生命的目的 次历史的目的 次我们存在这个历史的真正的目的 就是我们做到神做到的事 我们认识的神 比其他全世界更加宽 这样 既然以做到神做到的事 每一群人被提之后的时空穿梭 都会做到历史里面很多 这些女生做到的事 因为根本这个 就一直是那个方向 才真的叫做完整 这个小孩子的整个成长 继承核管理国的真正整个过程 这个过程不需要其他牧师 或者教会资料 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会经历得到 也不用说期望 因为根本都不会相信 所以石安是一个很有趣的 一个整传的信仰 就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 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第五节 但命令的总归 就是爱 要散发光辉明亮 以我数学见证分享 成修献恶魂思终 想效法你智慧的法族 最掉旧一运作思想 在世把握光荣 愿是黑张观光以朝宣揚 成就了你未已愿能够长 全活地上但愿更为神 见证分享 以我数学见证分享 成修献恶魂思终 想效法你智慧的法族 最掉旧一运作思想 在世把握光荣 愿是黑张观光以朝宣揚 成就了你未已愿能够长 全活地上但愿更为神天上 优优独播剧场——